冰冰涼涼的啤酒 国人不论四季都能来上一杯 来自荷兰的海尼根啤酒 进口台湾三十五年 看好在地市场 二十七号宣布接管 山羊威士比集团的子公司 龙泉钻位于屏東的内部酒厂 也让海尼根未来不再是进口 而将是made in台湾 台湾啤酒市场庞大稳定 每年约销售五百五十万公弹 以目前来说台湾市占率超过五成 海尼根大约两成仅次在后 再加上麒麟百威 高端市场这几年市占率逐年为复成长 而如果海尼根未来落实在地生产 也将会是除了新加坡 越南 辽国外 亚太区 第四个生产据点 而其实来台布局早有端倪 日前海尼根就把人气荷兰 博物馆原汁原味搬来台湾 占地120平的空间规划 三大厂区介绍品牌经典故事 以及品酒酿造的过程 重现荷兰博物馆的经典特色 快闪展览经验 如今品牌成为台湾首家国际酿造商 再度成为讨论焦点 发达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讲到啤酒可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台湾职人自酿的啤酒 其实也有出头天 在台南这一对许氏兄弟酿酒 有自己一套实验精神 理工出身的嘛 他们把各种的麦芽 啤酒花 酵母 重新排列组合打造出来的口味 甚至可以融合台湾的食材 像是碳背龙眼干 茉莉花 结果这些组合屡屡获得国际大奖的肯定 道路被周绵密的泡沫展开 茶香尾韵跟着绽放 身具质感的风味出自台南一对兄弟 2017年他们推出品牌首支酒款 就一名惊人 获得日本IBC国际啤酒大赛肯定 其实我们主要是看到前景 想说啤酒刚开放 酿酒开始开放 啤酒又是生活大众 所以可以常被引用的啤酒 想说就依然决然想说去做 可是那时候没有技术 所以我第一次想说 他就到国外去进修 从美国一直到德国 出国深造后回台创业 但许家兄弟并不结于推出产品 反而发挥理工精神 投入各类啤酒的开发与测试 终于钻研出降低啤酒苦度 且留住香气的方法 像这种不同颜色的麦芽 主要是它的烘烤程度不同 会形成不一样的风味 就有点类似咖啡豆的概念 他们也坚持使用台湾在地食材 像是浅焙搭配的茉莉花 黑啤酒使用的古法碳焙龙眼干 还有南投桂花都纷纷入酒 展现精釀啤酒新的风味 因为其实台湾充满很多 特色的农产品跟元素 而且有很多的职人在栽种这一块 那怎么把台湾本地的特色 跟啤酒做结合 让国外的朋友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的在地特色 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希望去做的事情 可贵的是两人酒厂 从酿造包装到出货都是自己来 尽管首支产品很成功 但他们却坚持一年只推一款新酒 到了第三年 他们更大胆创新跨界合作 推出咖啡啤酒 以比利时淡色啤酒为基底 衬托出独特牙制的花果香气 清爽细致口感 一直拿下墨尔本国际啤酒大赛金牌 以及最佳咖啡啤酒厂的殊荣 也因为兄弟俩的细心雕琢 每每推出新酒都拿下国际比赛大奖 孤注一职的匠人精神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酿酒实力 巴拉新闻综合报道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